那有埋在她的雙腿系列中間 啊這啊怎麼還能大悟 我會負擔比較重 今天是以這個婚禮的造型出場 不要一直玩她的帽子 啊對對對對對 那也是這種的對不對 脫衣服之前有在積極健身嗎 那個時候是 尾巴了 就是拍攝後面 所以 其實中間拍攝期沒有時間太多去練習 就是再多去中群 所以那個時候是比較瘦的狀態 但有為這個角色稍微珍重一下 努力改變一點型態啦 就是波紅把波紅堆在肩膀上面感覺怎麼樣 其實那場我們兩個都蠻累的 好啦因為她其實也很辛苦 因為她就算被吊頭 所以她被剛吃吊頭的時候她還是要吼著 因為她不能把全部的狀態放在我手上 那有埋在她 那有刷腿之間 有沒有感覺好像什麼壓迫 有被撞到 啊什麼 蛤蠻大物 不會啦 因為當下我們兩個都是專心在擋下 所以不會想那麼多 不會 喉嚨負擔比較重 吞了什麼東西嗎 吞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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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因為那一場要一直吼叫 對因為那場整場浴室的戲 都要一直叫 然後一直罵一些 混厚大家的人 對 然後要大聲跟高分貝 所以對喉嚨蠻傷的 是這個意思 對喉嚨蠻傷的 對喉嚨蠻傷的 那拍的時候有沒有變得到嗎 我覺得有一些狀態她 眼神其實就是很棒 很棒棒的感覺 會跟光彈合作受到一些女生朋友們的邂逅 對啊 真的 但是這不是那種就是 比較沒有理智的那種 是有理智的朋友 騙哪裡 他們會不會有期待說 有一天我們一起去爬山的時候 有沒有會約光彈一起 或是我們露營的時候有沒有可能 沒有了 沒有了 亂講 那個光彈不是本來也是你 對喉嚨蠻傷的 對喉嚨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會想說 有點緊張 要跟馬哥講話 但 都是馬哥先開口跟我講話 分享她的生活 跟GoGo 或什麼的 你們兩個最常聊什麼 其實就是很直男的聊天 就很像 高中生的那種 聊車子 就是隨便 就是看到 腳踏車 去哪裡騎 我們唯一沒有聊 就是我們不會聊女生的事情 我們是要宣傳兩部電影 嗯 沒有啦不會啦 就是 就是 希望 因為都是不同的題材 對啊 所以希望我們大家兩部電影都可以支持 只要不要有叛逆的 希望不要 好 不用了 應該是 ко 底下